英国的水费有两种 一个月一种就是一个月任用的 固定月费 另一种就是按水标的计算 我上手的住客就是因为有六七个人住 他就选择了一个收费任用的 我搬了来没多久之后 就收到招费单都挺恐怖的 一年好像六百多磅 我觉得很贵 就打给他 就将他改的 就叫他安装了个标的水标 不需要收费的免费的 也不需要付钱 他安装了个标之后 他说等到下个假期账单 收到再下期账单才付钱 因为我是三个人住 所以我也是选择用标来计算 那最后收到个单是便宜少少 又不是太便宜 便宜很多 不过都是 如果你是人多的 就用固定的收费会更划算 如果人少的 那就是用装回水标 计算用多少收多少 那就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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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